继续来关心已经兑付现金的三倍券 为何还在市面上继续流通 在台中石岗有不少槟榔摊业者接连受害 仅仅深入追查是根据了车牌查出 整起案件是由一对表兄弟联手犯案 两人到案后却声称说这些三倍券 是在台中永安桥下捡来的 问题是这些已经兑付的三倍券 背面盖了银行戳张 经查是从星光银行流出 而出发的星光银行发声明强调 已经启动了内部调查 目前还在厘清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冰榔摊业者只在影响里的黑色轿车 他们就是涉嫌持对付过的三倍券 骗取相应的两名嫌犯 现在不止冰榔摊 就连市区调居行业者也受骗上当 哪里要开我只能看上面200块而已 这样拿所以他完全看不到 检警神助追查目前得知至少四家冰浪摊 一家调具行受骗 追回六张200元面额的三倍券 警方查出整体案件由35岁的鸿信车主 和27岁的张姓男子 这对表兄弟一起作案 张姓主贤供称日前在永安桥下 十或十多张的三倍券 而且都已花光 但警方对供词存疑 还尝试突破嫌犯新房 三倍券发行以来首次发生 已对付的竟然外流 星光银行总公司发出署面声明 银行在12号第一时间启动内部调查 后续将配合警调 共同理清 我觉得应该是哪里有出问题 是银行管控的问题 我觉得是蛮严重的疏失 依据三倍券兑换流程 银行收取三倍券后 会立即在背面盖上对领章 将前教父店家后封存 一个星期内送往台营 复合保存 一切都有SOP 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疏漏 而且流出多少人是个谜 检警正扩大调查 理清当中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